蔡英文曾为黄国昌站台 图 记者黄克祥 设计者林明汉 台北报道民进党于2016年凭借大环境的优势下 不仅夺下总统大位重反执政 也于立法院取得68席的过半席次 不仅如此 民进党当年于全国11个选区选择不提名人选 立让席次与第三势力 其中时代力量的林长佐夺下台北市第五选区中正 万华 黄国昌取得新北市 第十二选区金山 万里 汐纸 平西 瑞芳 双西 贡辽 彭慈雍则抢下台中市第三选区后里 神刚 大雅 谭子 被视为大绿小绿合作的开端 不过 民进党在去年底被视为蔡政府其中考的九合一大选民进党大败 后 不少绿营人士忧心此场失败恐将延续到2020的总统级立委大选 在野的国民党眼见前景大好 目前各选区立委参选人面临人数大爆炸 特别是在高雄市长韩国瑜 一举夺下市长宝座 将高雄多年来的绿地翻转成蓝天后 不少老手与新秀也都跃跃欲试 陈允凡律师宣布投入信义南松山立委选举 图 记者黄克祥设以台北市来看 第七选区信义 南松山在国民党立委费洪派与裕参选的台北市议员王宏威党内互打之际 时代力量已决定派出长期深耕司法改革议题的民间司改会前执行长陈宇凡投入此区立委选战 小绿力拼在民进党眼中的艰困选区争取一席 而民进党发言人李燕荣也于4月3日到场支持表达支持 被外界解读为民进党有意在此选区进行范略整合 不过李燕荣受访时之回应也颇有意思 他表示是以朋友的身份来献花 关于选举的考量需由党内选队会决定 大安区属于艰困选区确定采征招 但人选尚未讨论 时代力量立委林长佐 图 记者黄克祥设服过同在北市的现任立委林长佐选情则陷入危机 第五选区中正 万华不仅同党部分区立委徐永明助理李承植三日以坚持走自己的路 不当小绿的口号 表态争取党内提名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钟小平 并小微 郭昭炎也都磨刀祸祸祸 传出国民党部分区立委许育人也有意投入此区选战 此外 去年府落选市议员的民进 党前市议员严胜冠也积极争取党内提名 严胜冠也支持民进党推出自己人选 更强调民进党现已全面执政 应该要对支持者更加负责 中正万华区孔提早陷入三角都之争 身揭时代力量台北市党部主委的林长佐表示 他尊重党中央制度 主要对手是国共势力的连结 他也说 时代力量不是大党资源有限 台北市立委只规划在中正万华 信义难松 删选区推出候选人 目前会先完成党内提名程序 并全力争取民进党的支持 民进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陈正德先前也曾表示 明年民进党除了面临立委挑战 还有总统连任的压力 必须要催出最大的政党票与总统票 所以他支持在立委各选区自提人选 没有针对任何人或政党 不过此举是否代表与时代力量失去合作空间 陈正德则说仍要看中央的提名策略 或许林长佐还不错 大家可以再讨论 民进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陈正德 图 记者黄克祥设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舒培上月底受访时也说 台北市虽对民进党来说是艰困选区 但也不见得就要持悲观的态度 身为执政党应该有勇气和信心推出候选人 不过他也强调 对于合作虽保持开放态度 但必须是有条件的礼让 必须评估预礼让的政党或 对象过去是否支持民进党的政策 若是站在反对方右里让 岂不间接承认执政党施政有问题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舒培 图 记者黎明汉设新北市方面 第十二选区立委黄国昌在历经霸昌封托后 让对手阵营在此区看见一丝希望 国民党方面已有被视为连家军的律师简荣宗 台北市前市长李永平 韩国瑜后援会版主曲郑文表 嗨 而靠霸昌一战成名的安定力量联盟主席孙继政也于3月29日宣布将正面对决黄国昌 绿营方面民进党市议员审发会先前也表态参选 引发外界认为大绿 小绿分裂 呈现3 抢移的局面 不过审发会只初选登记时间截止未参与登记 绿营部分战时无人参战 不过审发会在细职等区经营时间已久 也曾担任郭立伟 传出可能转向步 分区机会大 不过仍也不排除有党征召对决黄国昌 都有待后续协调 对此 黄国昌对于是否参选连任仍没有明确回复 紧低调表示6月会给大家答案 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 图 记者图会当社目前时代力量仅确定由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执行长杨泽民代表出征张化县第一选区深港 县西 河美 入港 福星 秀水 挑战现任立委柯成方 民进党则确定有现议员陈秀宝及前入港正常黄振燕两人角逐 海中市第三选区后里 神刚 大雅 谭子部分 洪慈雍长期与民进党关系友善 没意外将继续保持合作关系 时代力量发言人李肇立表示 现阶段除杨泽民确定参选外 其他选务规划还需有选队会及角色会议通过 具体内容以党中央公布为主 至于若民进党选择不礼让 李肇立则说还是会先大量提出自家人选 也可以与其他 里面相近的政党合作 若民进党到时真的不礼让 到时再来看怎么协调 字幕志愿者 无论 字幕志愿者 杨栩 Axe 真正 字幕志愿者 CM 徐�uc 不要订的人 这一定不礼让我摇干 burada 记得 我什么皇帝 아니면 凌晨 试 以看 展望 aj